大家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祝灵溪 欢迎大家回到课堂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进行第二章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加密技术 那么数据加密这块呢 就是密码技术 从人类进入到封建社会 以后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在很早以前 其实我们就已经有了密码技术 当然当时的密码技术呢 其实是比较简陋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 我们可以把密码技术的发展呢 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呢 我们称之为古典密码学 那么第二时期呢 就是近代密码时期 那么第三时期呢 也就是现代密码时期 那么这三个阶段是怎么划分的呢 首先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称之为古典密码学 那么是从很早以前古代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 那么在这个几千年的时间内呢 其实我们人类本身的发展呢 是相对缓慢的 所以说这时候密码学的发展 也依然是比较简单的 大多数情况下呢 是通过纸笔或者简单的机械 来完成一些基本的替代 或者换位的这种密码 的这种加密方式 那么当时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呢 也是通过使用信使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的 那么第二个时期呢 我们称之为是近代密码时期 就是说人类进入到二世纪以后 那么伴随着我们工业革命的发展 这出生和发展 一直到我们二战结束 也就是五十年代这段时间 我们称之为近代密码时期 那么为什么到五十年代呢 其实我们知道有几个事情啊 其实是对我们密码学的发展 比较有影响的啊 那么就是我们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那么以前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好的想法 限于我们的算力有限 就是我们计算能力是有限的 那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更好 或者更复杂的这种计算方式 只能通过机械的方式来实现 那么机械的实现是有其局限 或者是有其天花板的 那么我们知道 到了1956年出现了第一台NiAC计算机 其实不是第一台 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很多计算机教材上来说 都说的第一台计算机 是美国NiAC计算机 那其实呢现在有了一个另外的说法 其实也不是说吧 就是说其实在最早一些 其实最早的计算机是ABC 是这个计算机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一下 在这里我就不细说了 那么在第二个密码时期呢 也就是近代密码时期 其实我们主要通讯手段 是通过电报来通讯的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我们说这就是现代密码时期 那么主要的密码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出现了很多新的密码的加密方法 特别是我们的公开密码加密码 就是非对称加密方法 等等这些密码手段的出现 并且办出计算机网络的出现 那么我们的密码也变得越来越高级 那么我们说这是第二个节奏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要讲密码学呢 那么其实密码学是书学当中很有趣的一个学科 它是唯一一门呢 在一个学科当中既对立又统一 相爱相杀的有两个兔相对立的一个学科的 这么一个学科 我们说密码学当中包括了两大块 第一块我们称之为密码编码学 那么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 主要是数学家 与数学家居多 他们主要研究的是什么呢 哎就是怎么样发明一种新的密码算法 让你能没有办法破解 那么这是第一个 密码编码学 那么和它对立的就是密码分析学 那么密码分析学是个什么概念呢 那其实它就是哎 我要怎么样攻破这个密码 那么我配备了很多强大的装备 计算机啊各种电脑啊 我都有很多的算力来力求攻破这个算法 所以说呢有了密码编码学 我们发明了很多密码 而同时呢有了密码分析学 我们要研究如何来破译这个密码 那么这两个学科互相的促进 使我们的密码学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壮大 那么这是密码学 那么下面呢 我们接着来看 对于密码学来讲呢 我们有几个分类方法啊 一般来讲 我们把它分成这三种方法来进行分类 第一个 哎我们说考虑到如何把明文转换文密文 这种操作类型 我们有两大类密码的算法 一类是替代 一类是置换 下面我们会接着来讲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按照所使用的密钥的数量 就是说我加密和解密使用是一个密钥 还是两个密钥 那么根据这个的不同 我们把密码学分成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按照对明文的处理方式的不同 又把密码学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分组加密算法 就是把明文分成不同的组 按照固定的大小分成不同的组 然后进行加密 另外一种就是序列加密 就部分组 一串把所有的明文成一串 移植来加密 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分组和序列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说密码算法可以分成这两大类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 其实早在密码算法出现之前 我们说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加密的东西 但是其实并不能叫做加密了 那么其实我们称之为银血数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啊 这个银血数最常见的 我们可以来看啊 那么这个银血数呢 我们可以可以来看了一下 就是哎 比如说第一最早 我们说是字符标记 就是说我们通过改变这种标记 来对不同的这个一大篇 整个的文章当中 来对个别的字体进行调整 从而是他和别人能区别出来 但这种区别只有内部人 或者是只有互相沟通过的人才能了解 那比如说降低一下高度 但是间隔有大小不同 看上去差不多 但是其实是有差别的 那么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就是 哎 我使用不可见的墨水 啊 比如说大家最简单的说 我一张白纸 啊 我如果用牛奶来写字的话 那么牛奶干过之后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对着光或者加热一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哎 这个地方说到这儿 其实我们就可以讲到 哎 对呀 金庸先生写过一本书 叫做连成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 那么连成绝 他的这个 这个最后的秘密 就藏在那本唐诗上 唐诗几掌 那么这个最后怎么发现呢 就是他用不可见的东西写上这种字 然后呢通过哎 水一泡就会出现 所以说这个就是不可见的墨水 那么还有比如说扎小孔 啊 计算机打正带 改正带这种啊 那么还有一种所谓技术 那么当时还有一种就是哎 意大利卡丹 他用一种固定的山格 就是说有一个板子 会抠出不同的间隔 抠出不同长短的这种 空白 然后把一篇文章 他一扣 哎 留在空格当中可以看见的 就是 就是他的 真正要说的东西 那这就是一种银血术啊 我们说这是银血术 那么呢 这个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真正现代的方法 可能有的同学见过 有的同学可能不是太了解啊 就是哎 我们曾经有 我以前用过一个小程序 就是说 我可以把一个数码照片 里面加入一篇Ware的文档 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哎 数码千上千 有大小不同的分辨率 比如说 我的分辨率是3072乘以2048 那么对于每一个像素来讲 它是这么多个像素 那每一个像素 其实我是有RGB三种颜色的 啊 那么对于一般的数码相机来讲 它的这个RGB颜色呢 一位就是R是八个比特 啊 就256种颜色啊 那么每一种都是256比特 就是256东西就是八个比特 那么这24个比特最后的一位 那比如说我是255和256 或者250和251 它其实差别是不大的 所以说最后一个像素 或者两个像素 如果发生改变 其实对整个图像的质量 是基本上看不出来的影响 那么这就意味着 我可以把最后两个比特留出来 把我的要加密的东西 放在这两个比特当中 那对整个图像看起来 是没有变化的 或者是肉眼是不可识别的变化的 但其实我只把内容放进去了 当然对于这个来讲呢 哎 这种隐写术 或者是照片的这种 信息的隐藏技术 那么是需要一些大量的开销 来隐藏相对少的比特 那么这个呢 是一种隐写术的方法 那么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那么其实是可以查到这种程序的 那么再有呢 我们说我们来看一下 那基本的加密方法吧 首先我们讲的就是换位密码 那么换位密码 其实出现的很早啊 早在西伯来圣经的时候 就已经用到了逆序的户带 那么后来又出现了 在这个山格密码 以及在公元前五世纪 我们说四八大人就已经通过天书来传递消息 那么其实四八大人的天书是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就很简单 哎 我拿一张纸啊 对吧 然后写上字 写上字之后呢 哎 我把这个纸缠在一个一个固定长度的木棍上 那么我们知道 你缠上之后 这个纸就会变成什么 哎 就会变成一溜 然后在这上面写上字 那么写上字之后呢 这个纸是缠好了之后写上了字 写上了字之后 你把纸掺开之后 这个位 位置就全部错乱 对吧 那么这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来解密 那么解密的方式是什么呢 哎 就是我找到一个相同粗细的棍 从样子来缠上 这时候他就还原了 当然我们还有什么 九弓替代啊 巨阵替代啊 裂换位等等 我们下面呢 一点点来看 这几个基本的例子啊 那么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逆续胡代 那么假设 哎 我们这有一个原文啊 我们看这个原文啊 我们这个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原文是 I have a book 对吧 那么我要把它加密 那么这是最简单的逆续胡代 就是呢 我给它倒过来读 就是K-O-O-B-A K-O-O-A 那么正常来讲 我这东西放过来 哎 一般人 一时打眼 也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意思 对吧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加密 那么 大家看一眼 这一个 哎 密码情书 吧 那么密码情书 这是 以前一个贵妇人 写给他的情人的一封信 那么知道 那么在国外呢 特别是欧洲啊 贵族之间比较实行这个互相的这种交集 那么交集的话呢 他又不能太直白 所以说呢 他们就把这个信 用一种加密的方式写出来 那么一方面 哎 不是太直白 另外一方面呢 显示一下 我有一些品类和技术 啊 那么你如果能看懂 哎 说明你的品类也不错 我们可以继续交往 那么如果你看不懂呢 哎 可能就要再考虑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觉 到底是怎么说的 哎 其实啊 那么这个加密呢 就是一种密码互代 只不过呢 稍稍稍微加了一点变化 怎么变化呢 就是他对于这个每一列 每一列啊 我们看每一列 他又进行了一个互换 所以说是这样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这是四啊 那么我们把一二 二和三四 做了会 做了一个调换 当然五六也是调换了 啊 那么 这时候我们看第一句 其实是这样的 T-O-D-A-Y Today It is a very lonely day for me you are on my mind all day I read your letter over and over again 是这样来读出来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密码呈出的解密方式 也相对比较简单 哎 第一个进行逆序 第二个 123456 两两对调 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加密的方法 虽然很简单 但并不是每个人也都能看懂的 对吧 哎 这就是逆序 古代 再往下呢 我们来看 哎 这就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出现的一个轨道嘛 那么比如说我的名文是attack at seven 那么这时候呢 哎 我怎么样给他加密呢 哎 密文变成这个 ATCAS 哎 怎么加密的呢 哎 可能 一时半会儿看不太出来 啊 我们下面来看看 他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把他上下两个写起来 A T T A C K at seven 然后把他再横着写过来 那么这种方法就是一个叫做轨道嘛 那么这个轨道嘛 其实他的原理就是我们说的斯巴达人的天书 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就给他直接分成两个了 而天书呢 他是要有不同的长度的棍儿 稍微再加着一点 变化 啊 那么这是山格密码 然后九宫换位 其实也很简单啊 就是我不管你的名文是什么样子 我总可以按照九乘九的方式啊 三乘三的方式 就是九宫的方式把这个名文排出来 那么对于每一个这种九宫的方式啊 其实我都按照这种方式进行一个互换位置 啊 那么这个九宫其实哎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啊 和洛书当中说的 对吧 我怎么样保证九个数横竖斜加在一起 他这核都是相等的 哎 都都等于十五啊 那么大家如果有朋友看过金英雄先生的社交行传 会当时看到对吧 哎 那个谁黄荣和更独于乔四位先生比武的时候就出了这么一道题对不对 那么说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九宫阁有一句歌谣对吧 大家还记得 就是二四为坚啊 就是二四为坚啊 六八为足 代九履一五居中央啊 那么这个就是九宫阁的一个说法啊 感性的同学可以去研究 当然我如果更高级我可以变成四乘四对吧 加起来也是一样啊 那么这也是四乘四的一种方法 意思是原理是一样的 都可以分成块 然后再加密 再换位来进行加密啊 那么这就是换位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列换位 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把这个这这一句话 对吧 我比如hello world这句话 我按成四四列给它排起来 然后在四列当中按照一二三四的这个顺序给它写出来 第一列先写啊 第二列先写 那么这时候呢 哎 他就是变成了什么加密的方法 比如这个按照三一三二的方式写出来 当然我这是要换 这是一二三四对吧 我给它按照三一三二的方式 先写三 然后按照一 然后再按照二 对吧 然后再按照二 那么最后按照二 那么这就是列换位的一种操作方法 那么其实换位还有很多啊 比如说密钥列换位 分组换位 周期换位等等啊 按照样本换位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方法 那么按照密钥列换位 其实相对来说和刚才说的这个列换位是一样的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那个hello world是按照三一四二来做 但是如果给你一串树 我要记出来这个三一四二是不是比较难 而且我告诉别人树 别人很容易会忘掉 所以说我给他一个密钥 这个密钥呢 它就可能是一个单词或者一个词组 那么这个词组就让人比起都比较容易这个记住了 比如说叫mega bug 那么mega bug 当然我们最量找的这个词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词当中的每个字母都不重复 那么不重复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可以按照字母顺序给它排序 比如说A1B2C是3 然后E是4 把它排出来 那么我知道这个单词 我就可以把这个顺序排出来 有了这个顺序 那么其实一段话 比如说这1 2 3 4 5 6 7 8 它是8个长度 那么我就按照8的长度把它写出来 Police Police transfer 1 million dollars to my Swiss bank Account 622 那把它写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按照这个顺序给它排好 然后我们按照它这个顺序再写出来 A就是AFL 我们就按照这个写出来 那么这就是密钥裂换位 其实就是裂换位 只不过加了一个密钥 让你容易记住而已 那么这是密钥裂换位 那么换位密码的破译 当时虽然看得去很困难 这个通知不太好破译 但是由于英文字母 它是有不同的组合的 对吧 英文和我们中文是不一样 中文是不同的字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一万多个字 对吧 英文不一样 英文它只有26个字母 对吧 它是通过不同的字母组合来形成单词的 那么它和我们中文是不一样的 那么既然是通过不同的英文字母 组合成的单词 那么我就可以对字母进行频率分析 就是说我可以统计出来 在它所有的语意当中 或者尽量多的语料当中 我就统计 哪个字母出现最多 哪个字母出现的少 那么它这个 如果合适的情况下 这个单词的分布 特别是我密文如果足够多的话 它的这个字母的分布 应该和这个正常的这个字母 是是符合的 比如说在这么这么 E是出现最多的 然后是T 然后是A 那么根据这个 我就可以对密文进行统计 然后一一对照 得到相应的它的对应关系 常会迫于这个密码 那么这就是它的字母的频率分析 这个密码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 就是刚才说的是换位密码 那下面我们来看替代密码 那么替代密码呢 其实也是一种简单的一种方式 当然可有各种各种的方式 比如说最早出现的替代密码 据史料所言 凯撒密码 就是我们说的古罗马的皇帝 凯撒大帝 他在对军队指挥的时候 用的这个密码 然后Rout 13密码 阿特巴西密码 等等很多密码 那么替代密码 就是说我用一种字符 来替代另外一种字符 那么从而完成这个加密的方式 这就是替代密码的加密方式 所以把这一种人的调子作出了 咱们 这就是 我现在在军队里面的试图 都在军队里面的试图 小语 有些人的对军队里面的试图